需要的是比较中阶级的经理级的干部 那他们像说初阶级的干部 他们现在已经在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当地的人士 已经开始慢慢培养出这一阶层的人了 但是在更高 但是在初级 就是中阶级他们还是很需要拥有 那我相信我自己在这边工作之后 我变成一个经理 当我当上经理 有一两年的工作经验之后 我去到那边就可以成为一个 比较中阶级或中高阶级的 有一个国际市场观的一个经理 那那个时候 因为在中国大陆还缺乏了一个 比较有国际市场观的经理 那那个是我自己所放的目标 所以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你也稍微比较放心了 对不对 觉得说现在不需要这个 跟着大家一窝蜂过去 在这边可能还是有不错的发展机会 以后过去可能机会更好一点 对没错 那像Sembrina你刚才有提到 你觉得这趟旅行 跟你自己私人旅行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你私人旅行就是走马看花 看看景点 看到一些跟一般的人这样子稍微接触 但是你这次去你说你见到了很多 这个官方人物跟高层 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对于外界 很多外界对于中国印象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因素 就是大家对他们的官员跟高层的印象 你自己的个人印象 比如说你见到的印象最深刻的高层是哪一位 我们这一次很有机会 就是说很荣幸的呢 受到中共国务院的邀请到钓鱼台去做了一个访问 那我们呢跟他们国务院的主任 陈主任做了一个面对面的会谈 我想他给我的感觉 跟我在报章上所看到官方上面的一些说法 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我觉得经由这个面对面的讨论 我更能了解到 其实中国以他们自己现在的条件 他们很希望能够吸引像我们 像我们这一边华裔的第二代 戏骨的优秀人士回大陆去发展 那其实他在很多地方做很多样的一个优惠 还有弹性 那只是我想因为有这样子的机会 我们有办法跟他们做直接面对面沟通 可以更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呢 我们在今天主题呢 是从美国的年轻华裔 从他们的眼中来看看中国 在一间节目当中 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分享您的感想 我们的电话是18887051888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12岁就有男生喜欢那 那是纯纯的爱了 纯纯的友谊了 不是吧 不能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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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可以把脸弄小一点 请告诉我 像老师 很简单啊 真的吗 来 我马上试一下 把脸弄小啊 好小啊 哇 变小了 光字脸 光字脸 啊 数位相机 刚开始我心里还想说 孩子的妈今年真是乐昏了头 结果她告诉我 所有东西她都是在沃马买的 我说真的 然后告诉她 我也是哦 用翁莫的价格 享受名牌的电子产品 还有更多更多哦 灵感闪现 仅此而已 让灵感不只是空想 挥洒灵感 塑造世界 马迪丽AXO 丰田 这一首创转快张结束 请今天便到您的丰田代理商参观选购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了三位湾区的年轻的华裔 他们刚刚在不久前呢 参加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计划 经过一个计划呢 到中国去参观 而且他们参观的不只是一般的景点 而且他们有很多机会跟当地最好的公司 跟当地最好的一些高层官员 做面对面的交流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 同时呢 也听一听现在湾区的华裔 或者是全美国的华裔 跟中国大陆的华裔 他们在未来如果说要并投竞争的话 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状况 我们刚刚谈到 你们也谈到了说 你们对于那边官员的一些印象啊 对公司 对工作环境的有一些印象 那么我想啊 接下来的话 要谈谈就是说 你们个人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相信你们这一次 会想要到中国去 去看 去了解 最主要是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啊 前途啊 发展 在做准备 对不对 那刚刚也看到了很多非常正面的东西 那么 不过一趟下来啊 你们这个负面或反面的东西 有没有一些提悟 我想 负面的东西的话 当然就是 我们看到说 美国的那个医疗 医疗保险 它是非常完善的 但是在中国的话呢 我们却知道说 这个部分其实还是有 有点缺乏 那其实对于一个 比如说有 有家庭的人来讲 去那个地方 那个医疗 医疗的那个制度 其实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地方 Sabrina 我想这是一个全面性的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在台湾读完了高中 然后来美国求学 接着念了大学 然后在这边工作五年 那我想生活环境上的不同 是一个最 是我这一次很深刻体会到一个 很需要被重视的一个问题 我想 其实这边有很多的湾区的华人 都很希望能够有一天的到大中华去做发展 那么我会觉得说 在这个除了在以对你career上面 就是说你在职场方面的做一个计划以外 我想有一些现实上面的条件和注意事项 是应该要值得大家做这种事的 就像刚刚Johnson讲的 就是说像他们的医疗保险制度 跟在美国是非常不一样 可是这个东西 确实我们每一天都会接触到的 我会觉得这是需要多做考虑 就像你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你也谈到你们同一团的人 都已经把所有的手续几乎都已经办好了 就是几乎是马上就可以从这里到那边去发展 但是在这趟旅行之后 它反而打消了它的主意 是的 我们事实上有两位团员在那边 延期半年 那另外还有一位团员 就是说他原本是打算 就是直接转到大陆去做发展 那他事实上已经拿到了一个职位在那边 但是经过了这个礼拜的接触 他觉得他自己应该在这边多做充实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在生活环境的方面 他有觉得有一些很大的不适应 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值得去商榷的一个问题 其实像今天在现场这三位 我相信你们自己或者是自己的认知 或很多人别人对你的看法 都觉得说你们应该是非常有希望 非常有机会的这个的一代 因为比如说你们这个中英文都通 而且都有非常好的学历 那你们学的呢也都是现在看起来最最热门的一个的一个行业 所以他们如果说你们现在就在美国发展的话呢 其实也是会被归类为所谓的精英阶级 这也是你们当初来到美国 或是你们父母带你们来到美国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现在因为这个时势所趋 现在这个这个重心好像一到中国去了 到中国之后你们还有没有把握去还是当精英呢 我觉得 绝对不要忘自菲薄 因为我想我们我们这边尤其是湾区华人 这一代矽谷的华人 那么我们在这边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大学高中各方面的教育 那再加上矽谷良好的工作环境与条件 我觉得可以带给以后的这个企业 有一个很大的格局 一种不同的观念 那我觉得是的 在大陆人才积极 这是绝对不容质疑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边呢 多做努力 尤其是在中阶管理上面 能够多多做培养 我觉得到大陆总一定有发展的空间 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 那个像很多 我回到我去看中国之后 我发现说 其实并不一定 一定要回到中国才可以有发展 像我自己我也是 我想每次你要做一个发展 都一定要有机会 那机会的话不一定 有时候你在美国 它技术上 它其实一直还是占 那个中国大陆 就像我一样的 感谢观看